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往前面坐 因为儿童主日学去了嘛 所以尽量往前 如果你不想去儿童主日学的话 今天呢 非常的高兴可以来到 ECTC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今天呢 被分配的经文呢 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4章 所以呢 请同工把它投影出来 我们一起要同声来念神的话语 那我们一起来念完之后呢 我带大家一同来祷告 好 《使徒行传》第24章 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起 一直看到 一直来念到第21节 好 我们同声来念 一起来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拿尼亚 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 铁土罗下来 向巡抚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 铁土罗就告他说 菲利斯大人 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 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的 我们随时随地的满心感谢不敬 唯恐多说 你嫌烦恤 只求你宽容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 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普天下 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 他也想要污秽 我们把他捉住了 你自己就问他 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 事情诚然是这样 寻服点头叫保罗说话 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里 断世多年 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 一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 不过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 或是在会堂里 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 耸动众人 他们现在告我的事 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我正按着那道 侍奉我们祖宗的神 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 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 对人 长城无亏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 和贡献的物上去 这一线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在店里 已经洁净了 并没有聚众 也没有吵嚷 我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即或不然 这些人若看出 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 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 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阿们的父神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每一次的聚集 都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沉着感恩的心 来到主你的面前 可目听见你的话语 我们祷告亲爱的圣灵 就是那真理的灵 可以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 引导我们众人 进入那一切的真理 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可以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以至于我们整个人 可以回转归到你的面前 但是那一切拦住人来听见你声音的 教会在这个地方 要同心合一的 奉主耶稣就圣灵 都要离开这个地方 那我们在买到你的名字 让我们在买他们 释放你的百姓 让每一个人自由地来遇见你 听见你 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 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4章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不是二十四章而已 它是包括前面 二三 二二 二十一 都在讨论这一件事情 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从二十四章一直到它 《使徒行传》整个结束呢 都在讲这一件事情 整个《使徒行传》才二十八章 有这么大的一个篇幅 在讨论这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想象明白 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它到底在讨论什么 或是在吵什么事情呢 各位 你们发现一件事情 从前面二十一章 就在记载一件事情 保罗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去 那所有亚西亚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进到圣殿里面 就开始呼喊说 这个人就是来搅乱 就是来搅乱所有天下 犹太人的那一个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几章 讲到说那合成就震动了 人们就抓住保罗 要把他打死 如果那时候不是前夫长介入的话呢 他早就被打死了 后来他又被带到公会里面去审问 人们也是再一次地吵起家来 甚至圣经里面记载 他差点被扯碎了 又是前夫长叫百夫长 下去把他救出来 所以保罗走到那个地方呢 人们想把他给杀了 所以后来呢 这个保罗因为前夫长救不了他 就要把他送去给罗马的巡抚 那时候就犹太人 有四十多个人 他们力了重视说 我们一定要把他杀了 否则我们不吃不喝 所以我第一个想要问 各位弟兄姐妹的问题 早上我们一起来这边 读圣经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为什么这么生气 为什么气到一个地步 非要把他杀死不可 保罗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个邪恶的人 人们想把他杀掉 那种强烈的震恨 那种震恨 那种震恨是从哪里来的 你知道吗 当这个 他讲到说是一个控告者 也就是一个律师 在控告保罗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一个人 他说我们看这一个人 我们看这个保罗 如同瘟疫一般 你知道在这个疫情之后 在这个pandemic 这个疫情之后 人们对这个plague 对疫情是非常敏感 可能你在旁边打个panty 咳个瘦 你生病了 那你坐在飞机的时候 更糟糕 你如果在飞机上 觉得太急的话 你就尽量咳嗽 大家都会让位置给你的 我这一路来的时候 在机场也做过一些实验 因为有时候排队排太久了 只要有人一咳嗽 大家就散开来 就直接有空位 所以在这个疫情之后 大家对这个pandemic 对这个plague 对这个疫情本身 是非常敏感 所以那时候 那个律师控告保罗说 他就是瘟疫啊 而且他是鼓动 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 causing riots 所以那个riot就是暴动 你知道人们害怕瘟疫 在2020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家 我有四个儿子老三呢 住在这个洛杉矶 好莱坞那附近 那时候呢 有暴动的 所以呢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暴动 那美国又是瘟疫 又是暴动 我说儿子啊 回来吧 不要住在美国 台湾才是一个好地方 那时候没什么疫情 又没有什么暴动 各位 你知道在暴动的时候 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吗 这个过去 这些的疫情的时候 人们都不晓得 有没有明天 有没有未来的 包括我们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 当他生病的时候 他心里面恐慌惊怕 因为他不晓得 到底明天会怎么样 因为你也在这里 你知道那疫情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讲疫情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当那个时候 犹太人在看保罗的时候 他就是瘟疫 他造成暴动 他是造成一切困难的问题者 他是一个 troublemaker 那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人们这么害怕他 为什么人们这么样证悟他 其实我觉得在使徒行传 从前面就告诉我们 他就给我们一些的线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那我请这个同工把它投影出来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你要念神的话语 请你大声念 第四章第一节一起来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和守殿官 并杀都该人忽然来了 迎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 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所以那个时候 从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不是保罗的时代 在一开始十二使徒的时候 他们就在传讲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各位弟兄姐妹 上一次我来讲道已经一年 你可能太久没听我讲道 忘记了 我们要有一个默契 你一定要看着我 感谢主 不要这个时候再读圣经 这个时候要看讲员 而且不要投影 看我这边 请你看我 使徒行传 他一直有一个信息 不断地传递着 一直到第二十四章的时候 他仍旧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 他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 它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核心信息 让人们发疯啊 让人们受不了啊 这个犹太人 在那时候犹太教 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异端 那个主要的那个 message 那个信息是什么呢 那个信息就是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各位各位 你今天跟我 我们因为当基督徒太久 你知道你有问题吗 就是我们听习惯了 所以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在那个时候 当你传讲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人们受不了 使徒行传早期的时候 第四章那边记载 或是从第一章 到现在我们所看的 第二十四章 第四章只是说 他们不晓得该怎么办 他们很烦恼 所以就把他们下在监牢里 因为使徒到处告诉人家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烦恼的不得了 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抓的抓 打的打 但这些使徒都不听话 明明都打他屁股了 还继续讲 可是到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的时候 至少已经隔了 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那不是去年的事情 这十几年 那二十年来 继续不断地传讲这个信息 什么信息呢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Amen 各位怎么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 很孤单啊 这个真的是 我都已经很热了 快要脱外套了 各位 那时候的人 对他来讲 为什么这件事情呢 对他们来讲 非常搅扰他们 我要用一点 一个是 他传讲这个信息 耶稣是活着的 另外一个是 耶稣基督所代表 The other one is What Jesus Christ represents 你知道我特别要求 给我一个手提麦克风 就是我可以走来走去 So I have a mobile microphone so I can walk around I need one too Do I need one 五本书 王匪 帮我拿五本书 OK Let's take five books hymnals 对 圣徒诗歌 各位我们当基督徒太久了 有时候不了解他的意思 So we've been Christians for too long We don't know the true meaning 这边有一本一本的书 We have a few books here 如果这个书代表的 这本书 每一本书代表一个宗教 它的最核心的书籍 If every book represents a core belief of the religions in the world 这一本每一个都告诉你 人生是什么一回事 All these books is telling you What's the purpose of life 然后呢 每一本书告诉你的都不一样 And every book tells you a different thing 那每一个呢 这边可能是佛教 道教 或者是呢 或者是呢 最新的 或者是印度教 它有各式各样的宗教 或者是我们这个儒家思想 或者是希腊的哲学 It's Buddhist Taoism Confucianism Hinduism All these different philosophies 那这个我们弟兄James 你比较高 请你出来一下 Brother James please come up 请你站在这个旁边 对 你不应该坐前面 坐前面都会被我叫到的 人高是有原因的 就是要被我叫的 来 你要站好挺胸 帅不帅 帅吧 给他一个掌声 所以宗教是告诉你 这边告诉你 每一个人生的道理 人生的方向 但是呢 每一个讲的都不一样 But every one of them is talking about the different things Hello 请你看我 给你旁边讲 叫你要看看 讲员讲话 please look at me 看我一下 每一个写这一个 宗教的书的 他们核心思想的人 都死了 Every author of these books they all died 可是呢 这边有一个人呢 But there's one person here 他活着的 He's alive 而且他不死 But he's undying 然后你手指出来 pointing 他说 你要听我讲 He said You need to listen to me 因为我才是道路真理生命 Because I'm the way, the life 道路真理 The truth, the life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看我 Look at me 不是看 对 你要不要动啊 你觉得好笑哦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真正的事情 Maybe it looks funny But this is true 所有的书啊 All these books 很多人跟 Many people follow them 可是他们的教主都死了 都埋葬 还可以找得到他的坟墓 But all of their creators died And they were buried away 听我讲 而且没有人告诉你 那个路到底是什么 And no one is telling you That what path 他只有告诉你说 Maybe 有这条路 但是呢 你自己要好好找 然后呢 最后跟你讲 Good luck It's all telling you Maybe there's a path But you need to find it yourself And good luck Good luck是我家的 不是他们写的 They didn't say Good luck It's me that said it 但是这边有一个呢 他没有死 他从死里复活了 But there's someone who did not die He resurrected Hello 看我 罗马书第一章说 他以大能名震 他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名震 是神的儿子 So in the book of Romans It says that It's already testified That he has Testified with evidence That he is a son of God 这一些所有的名震 包括旧约的摩西 All of these evidence including the Old Testament Moses 都死了 They all died 你手伸吗 抬高一点 I can't just raise it up Hold住啊 弟兄 hold住 我真的很热 你们有没有开冷气 各位 各位你看我 这边没有人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No None of those is telling you the answer 而且告诉你的人 也死了 And everyone who told you about those They all died 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There's someone is telling you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要信哪一个 Which one do you believe in Yu太人所信奉的摩西 So the Moses that the Jewish people believe in Moses对他们来讲 是神人 Moses according to them 神下来就是他们的 It's God and then Moses 死了 He died 现在讲了一个 这个人是活着 不死 So now he's talking about someone who's on dying 这怎么办 What happens This is a big problem 你知道这些基督徒 走到哪里就跟他讲说 他是活着的主 You know these Christians Wherever they walk about Says he is the living God 各位 我们在传讲主的时候 好像把他传讲像是 只是 一本书 Everyone when we spread When we talk about the Lord It's as if he's that book 你们真的有病 You are all sick 为什么呢 因为书世界上多得很 You know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books in the world You understand me You know people don't have feelings Toward the book But if you tell people that It's not just a book Raise your hand 今天这个刘长老师 我可以讲一个半小时 加油 He's going to speak for an hour and a half He needs to stand there like that Yes 不行 不行 就这只手 我等一下开放 让你来捏他 Now later on I will say Come and feel him 来摸他 看你的弟兄是不是活着的 And touch him To see whether he's alive 请问他是活着的吗 Is he alive 好了 我跟你开玩笑 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Oh thank you Thank you brother James 第一个是这个人是活着的 So first is this person is alive 第二个是他所传讲的信息 And second is the message that he brings 耶稣代表的是什么 What does Jesus represent 耶稣代表的是福音 Jesus represents the gospel 他讲那条路是什么 He represents the path What is the path 各位 各位 我其实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 Everyone I'm not here to kid around 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你一定要仔细听 I have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You have to listen carefully 否则我就白来了 Otherwise I came here in vain 当我在讲 摩西所代表的律法的时候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 laws that Moses represented 从摩西到那个时候的公会 那时候的犹太人 他已经成为一个系统 From the time of Moses To the time of the Sanhedrin It became a system 他已经成为一个 宗教的系统 It became a religious system 所以主耶稣出现的时候 危害了这个系统 So when Jesus appeared It's destroying the system 所以当时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 人们是痛恨耶稣的 So at that time of Jesus 对不起 我没有讲清楚 是那个时候在这个系统里面的领袖痛恨耶稣 人们喜欢耶稣 但是宗教的领袖痛恨耶稣 当那时候说要把他钉在十字架 钉死他的 就是这些宗教的领袖 所以那个是代表的是 整个宗教的系统 So it represented a religious system 各位 什么是宗教的系统 So everyone What is a religious system 我用一个简单的概念 简单的两句话 来给你形容 Let me give you a couple of concepts to describe to you 宗教的系统 它有一个主要的核心的思想 So a religious system has a core value I am accepted Because I obey 我被接受因为我顺服 各位 这个整个是宗教的核心的思想 So this is the religious system The core belief of that system 因为我顺服 Because I obeyed 所以我被接纳 Therefore I am accepted 因为我遵守了律法 Because I obey the law 神要赐福给我 That God is going to bless me 他整个的核心的思想 是借着行为来得救的 The core belief is through action That you will be saved Hello, hello 从后面到前面 看我这边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整个宗教呢 它其实呢 我们说我们基督是信仰 我们这个是信仰 它不是一个宗教 So in the whole religious system here We are saying now it's a believe 你不要认为这跟你无关 这跟你跟我有最直接的关系 我常常都要对自己讲这件事 This has direct relationship to you and I 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 没有感觉是因为 我们不小心 自己也都掉落入宗教的系统 A lot of times we don't feel about this is because we have entered into the religious system 宗教的系统的意思是说 我应当要做什么 这个神才会接纳我 愿纳我 The religious system is What should I do So that I may be accepted by this God 不是只有基督教 也不是只有旧约的这一些犹太人 It's not just Christianity Or these Jew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我们华人的 你无论是佛教、道教 一般的民间信仰 都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核心的观念 Buddhism、Taoism Or any of the religions They are based on this core belief 我从小 我的祖母就教我拜拜 So ever since I was little My grandma taught me to worship The gods 可能你们有一些就是从很小 或生下来就是基督徒 I wasn't born a question Like some of you 我们从小就被拜拜 就被教导 就说这个是要献给神明的 So ever since I was little We go to these temples And we offer up these ceremonies Ni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你才能从神明那边 得到你应有的保护 保佑或者是祝福 You have to worship these gods So that you may receive protection And blessing Daisy Yothai人呢 Tamen不是做一般的拜神明 But to these Jewish people They're not just ordinary idol worshippers Tamen也认识耶和华的 They know the Lord Jehovah 各位我心里面很急啊 他差别在哪里 But what's the difference here 他的差别是在于就说 我为了我一定要做什么 我要借着顺服这些律法 以至于神会喜悦我 接纳我 They were asking What should I do So that this God will accept me And take joy in me So 一个人的称意 或者是一个人的得救 是借着他的努力 换取来的 So for someone to become righteous Is to exchange it With his hard working 那时候的宗教领袖 他不是一般的人啊 So at that time These Pharisees They were not ordinary people They were people They were people who seriously pursue this religion They were people who seriously Pursue this religion They fervently trained themselves So that they may obey the laws They read the Bible They memorize the They lift up the Bible high 但是他的差别是他想要借着他所做的 他的努力 以及他的虔诚 去换得神对他的接纳 But what there he's trying to do is through what he does to exchange God's blessing 那福音是什么呢 So what is the gospel 同样一句话 The same sentence I obey because I am accepted 我顺服 因为我已经被接纳 所以前面一个是说呢 我借着顺服 以至于神接纳我 So previously I said I obey so that I'm accepted by God 这个是宗教 That's religion 福音是什么呢 因为我被接纳了 我已经被他接纳 他已经恩待了我 所以我顺服 The gospel is I am accepted Because I am already accepted Therefore I can obey 各位我心里很急 That's why I'm There's an urge here 我们大部分的人 包括我在内 So most of us including myself 一开始都是先经历了神的恩典 In the beginning We experience the grace of God 才来爱祂 And then we come here 才来爱主 才来追求主 Then to love the Lord To pursue the Lord But unknowingly We will借着爱主 来追求主 使自己觉得 I am a good基督徒 Through we start to feel That I'm a good question When we love God And pursue God I can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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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In the beginning It's because of His grace We are here to pursue Him I can see God 但是不知不觉 就会变成是 因为今天我有好好的追求 今天我有好好的读神的话语 所以我觉得我是配得的 我是有价值的 In the beginning The Pharisees were like so as well Unknowingly it became Because I have pursued well Therefore I have value I'm good Bossey每一个人一开始说 我要成为 我要进入到宗教的系统 It's not everyone in the beginning That says I want to enter into a religious system 这个宗教的系统 逼迫不只是保罗 他也逼迫了耶稣基督 This system is not only persecuting Paul But also Jesus Christ 这个系统不只想要把保罗杀了 他根本就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的那一个系统 This system is not only wanting to kill Paul But also the one that nailed Jesus to the cross 你不晓得这两种系统是有多么冲突 You don't know how conflicting These two systems are 而且他带出来的仇恨是人们想要干掉他 And the hatred is that they will kill each other 亲爱的弟兄姐妹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容许我再稍微再解释一遍 定义一遍 Please allow me to define this a little bit more 宗教的系统就是 我应当要做什么来讨他的喜悦 A religious system is What can I do to please him 或者是我应当要做什么才能得救 What should I do to be saved 福音的事告诉我们说 The gospel is telling us 是我们做不到 他已经为我们做 We cannot do it But he has already done it for us 所以不是我做 是他做 It's not me that's doing It's him So the gospel The good news is not telling you What you ought to do for this God This good news is that He has already done it for you and I So the preacher The ministry of a preacher Is a glorious ministry Because it is preaching about What this God has done in grace For you and I 求主帮助我们 May the Lord help us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不小心都成为了基督的敌人 Because a lot of times We are unknowingly We become the other side 你知道这整个世界的系统 You know this whole system of this world 这整个世界的系统 它想要表达一件事情 This worldly system Is trying to tell you one thing 人要为自己追求 That you need to pursue for yourself 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活 To live for your own benefit 我来到纽约 I went to New York 以前呢 这个 我儿子呢 在跟我们坐车的时候 他会放一些流行音乐 给我们听 So my son on the car will play some pop music 他们小的时候 我都放诗歌给他们听 So when they were young I will play gospel music 现在呢 我们老了 他就放世界的音乐给我们听 So now when we are old They will play pop music The worldly pop music 其中一首歌呢 就是讲到纽约 So one of those songs talks about New York 它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如果你到纽约 If you can make it in New York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 basic concept is 如果你能在纽约生存 你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存 大家来这边都是要打拼的 大家来到这里都是要打拼的 为什么要努力地读书呢 难道不是希望你有成就吗 为什么要进到好的工作呢 我们都想要借着我所拥有的 或是我所做的 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 We all want to prove That we are of value Through what we have 亲爱的弟兄姐妹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蛮严肃地说 其实这样的概念 包括基督徒也不例外 Seriously speaking We are no exception To this kind of value concept 主日其实也只是来聚一个会 So when we come here on Sunday It's just a gathering 我们心里还是在想 我借着我的努力 才可以换得什么 In ourselves We're still thinking Through our hard work Then we can exchange something from God 基本上 这就是宗教的系统 Basically this is a religious system 基本上 这就是杀害基督的系统 Basically this is the system That has killed Jesus 请你再看我 So today allow me 可能 可能 你觉得 我讲的不重听 可能你觉得 我讲的不重听 Maybe you feel What I'm saying is not good to hear He'll get you a笑音 Be muted There you go 如果我们基督徒 所追求想要的 跟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两样的话 If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ursuits between us and the world 人们对我们的福音 来听到我们的福音的时候 它是没有感觉的 When people hear and listen to our gospel They will have feel nothing 如果我讲话 麻烦你 请你务必要原谅 If I've offended you Please forgive me 你知道那时候 疫情的时候 You know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pandemic 你有看过人家出国的时候 他是从头到脚 穿雨衣包起来 戴眼镜 I've gone outside and see some people with the full personal protection suit 坐飞机嘛 尤其是 你知道从亚洲飞来 到美洲十几个小时 他全身包着 而且戴了N95的口罩 他连一滴水都不喝的 You know from Flight from Asia to the States They will wear N95 mask and drink nothing 对不对 结果呢 他全程包着 下来还是中奖 And then he's wrapped around throughout But he's still caught COVID 现在只剩下一个方法 就是不要呼吸 应该就不会中 So now there's only one way left Don't breathe 各位啊 So everyone 那个时候的人 怕福音 At that time People are afraid of Gospels 就像现在的人 怕瘟疫一样 Just like people are afraid of pandemic You don't say Youtai人 大家都侍奉 同样一位神 不 不是的 Maybe we say All Jews They're worshiping the same God No They hated Paul Hated the gospel that Paul spread around 你知道我们今天 所传的福音 软弱不堪 That they wanted to kill Paul And you know This gospel today We are spreading It's so weak 你知道今天 我们传福音 人们不是会攻击我们 或者是讨厌我们 And today when we spread the gospel People won't hate us But they won't accept it It's as if you don't exist What happened here What happened to our gospel And it's not even talk about To stir up the world 你知道那时候 他们讲这个 在吵这个 这个叫做 Black Lives Matter 叫黑人贵 黑命贵 黑命贵 对不起 Black Lives Matter 你知道它只是一个想法 它造成世界 应该不是只有美国 连欧洲都在暴动 对不对 Just this concept Created riots around the world In Europe 你能想象 如果我们把福音讲得对 So can you think Can you imagine If we spread the gospel right 我们可以带来暴动吗 We can bring up riots as well 你说那是什么东西 可以带来暴动 You say What is it that can cause riots 各位 我时间有限 我直接了当地讲 So my time is limited Let me be direct Please listen carefully 如果这个世界 它所追求的 都是要借着它的努力 来证明 它自己是有价值 If this world What they believe in Is through hard working To prove his own value 而且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And to live in the world For your own profits 我难过的是 这可能也是 绝大部分基督徒 它的核心思想 What I'm saddened about Is also that this could be The core value of Christians 它嘴巴不会这样讲 Maybe he won't say it 但是这是我们心里面 所深深所渴慕的 But this is what we desire In our hearts 我们对我们下一代的 期许也是如此 To our next generations Also we have the same expectation You say, how do you know? 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背景 Because we are all Hua人就是借着努力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Chinese people Is using their hard work To prove their own value You听哦 Listen 福音不是这样 Gospel is not like so 福音说人活着 不是为他自己 Gospel is not saying Man live for him Himself 我们一切所需的 我们一切所需的 他都给我们 Gospel is saying Everything that we need He has already given to us 我们的身份价值 是从他而来 Our identity comes from Him 人活着 是为了要侍奉他人 Man to live is to serve others 不是你周遭的人 To serve others around you 你知道这是完全颠倒的吗 You know this is completely opposite 我举个例子 So give you an example 小时候我很喜欢作弊 So I like to cheat when I was younger 所以呢我总是名列前茅 So I'm always at the top of my class 因为我想要几名都可以几名 有时候不好意思 改了太多了 还是拿第一名不好 我就把自己变成第三名 So sometimes I don't want to cheat so well That I become the first one But I will be in third place 总要把一点机会让给别人嘛 So I need to give opportunity to others 畢竟他们那么努力嘛 They are all hardworking as well 你知道我最讨厌谁呢 You know who I hated the most 最讨厌是那种不作弊 还是做得好的 The one I hated the most is the one who doesn't cheat but still accomplishes 你知道同样的 一个就是 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不对的 但是我还是要做 You know I know I was doing something wrong But I still wanted to do it 我会受不了 那个是完全无瑕疵 是做正确 是做公义的事的人 I cannot bear with the one who is blameless and righteous 一个误会的人 非常讨厌一个正直的人 A person who's dirty is really hateful towards the one who's right 我如果一切都是为了我自我 OK 我所有追求都是为了我的利益 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 亲戚朋友的利益而已 If everything I do is for my own profit or for my wife or for my family member's profit 那可能在座的 可能会更扩大一点 我们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追求他的利益 但是今天确然有人 他不为他自己 因为主的缘故 他愿意为所有人来付出 这是非常冲突 这会让这种 他没有作弊 会让我很讨厌他 他没有得罪我 但是我受不了他 By the way 我已经为以前的作弊 有悔改过了 不要认为我还是作弊 By the way I've confessed for all the cheating I've done before 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 So let's look at a few verses 首先来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So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5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Chapter 15 First Corinthians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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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第十五节 Chapter 5 Verse 15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五节 我整个乱讲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五节 So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5 Verse 15 有投影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第五章第十五节一起来 再念一遍好吗 再念一遍好吗 我们活着是为了那 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而活 For us to live is to live for the one who The Lord who has resurrected 如果这个观念只是在教会里 If this concept only exists in the church 它不会带来任何的力量 It will not bring any power 它根本对这个世界上来讲 You're a joke You're a joke to this world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所说的 Because no one will believe in what you say 因为你心里面想要的 跟他们要的是一模一样 Because what you want in your heart is the same as what they want 各位 这只是一个观念 So everyone This is just a concept 你知道吗 我今天讲完了 你一出门又把它忘了 So after I'm done here After you leave here You will forget about it 我想跟你分享一段的经文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 passage 是在启示录 It's in Book of Revelation 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 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八 各位啊 我已经快讲完了 所以你忍耐一点 所以我们一起来大声地念神的话 从第十二节一起来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胸间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法揭白 五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 锻炼光明的头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请你看 主耶稣当在在启示录 给约翰看见的时候 他给他看见的是现在的他 请你看我 每一次低头 忍耐一点好不好 看我 你对耶稣 他的形象是什么 你对他的认知是什么 我以前就在天主教的学校长大的 十字架不是长这个样子 耶稣都在十字架上面 我曾经到一个教堂 天主教的教堂 你看你们的会堂里面 十字架这么小 他的十字架 是从这个墙到那个墙横的 直的一直到前面 这么高的一个木制的十字架 然后那个十字架是用铁丝掉着 它是往前倒的 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 那个十字架基本上要打到你 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 我坐在那个地方 我说这个超震撼的 都不要人跟我讲道 我都快吓死了 都不要人跟我讲道 我都快吓死了 因为那个十字架向你倒 然后那个耶稣又往前倒 你知道吗 整个人就是直接在你面前 你知道这是很多人对耶稣 他所有的印象 他还在十字架上 你怎么想就是他在钉十字架的那个颈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启示录这边所读到的 他说我曾经死过 现在又活了 而且活到永永远远 我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他的面目如烈日一样的光芒 下次你要穿这样子来教会 各位你一定要明白 他不是死的 他是活着的 他甚至他现在不是吊在十字架上 他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我们在台湾当牧师的 你很难想象 我常常进出病房 进出哪里 病房 然后呢 如果你有机会 我建议你 我们应该办一个观光 到哪里呢 而且我建议你 你到哪里去观光 你只是 他不会改变你的生命 但是 if you make a tour 到一个地方去 我保证你 人生改变 I guarantee you that it will change your life if you make a tour to a place 是哪里你知道吗 就是呢 加护病房 and that is the intensive care I see you I see you 我跟你讲 不管你是哪一个身份地位 你进到加护病房 你看到躺在那个地方 so no matter what kind of identity or position you are in when you see people in ICU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 最后全部都缩在那个地方 面临死亡的时候 when you see someone's life his whole life is shrinking and facing death 当我跟你讲 你的信仰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直到你面对生死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的信仰 是什么样的信仰 you can only tell whether or not your faith is true or not when you face death 各位 everyone 各位 我们坐在教堂里面 敬拜主是容易的 as we sit here to worship the lord it's easy 很多人活在恐惧里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得到释放 when people live in terror they cannot be released 我们都无感 你知道吗 you know we are all indifferent you know that 如果你有机会 直接面对面 你看到ICU堂的人 甚至你去为他们祷告 you know when you go and face the person who is about to die in the ICU 弟兄跟你讲说 帮帮我吧弟兄 我快要死啦 help me brother I'm about to die 救救我啊 save me 那时候你才会想 到底生命是什么 at that time you will think about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what's life about 这边讲说 他收上了他的死亡 和阴间的钥匙啊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says he has the key to death and Hades 而且他是活着的主啊 and he is the living lord 各位如果你不认识 这位活的主 if you don't know this lord 他只是你的一个观念的话 and he is only a concept in your life 当你面对人生 最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when you face the most significant matter in life 你的信仰会崩溃 your faith will fall apart 换而言之 so in another words 如果这位主是活着的 if this is the living lord 他行走在我们当中 and he's walking among us 他住在我的里面 he lives in me 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 我人活着 可以不用为自己活 then you will discover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live for yourself 我可以为主而活 that we can live for the lord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 that is the true gospel 福音是他已经为我做了 Gospel is he has already done it for me 福音就是他为我做的够了 Gospel is that what he has done for me is enough 所以我可以用我一生 来为他而活 therefore I can use my whole life to live for him that is called the resurrected lord that is speaking against the king of this world and say go away 当我们心里的深处 爱的跟这个世人 所爱的是一样的时候 when we what we love deep in our hearts is the same as what the worldly people love 福音是无能 then there's no use of the gospel 最后 以福所书第二章 at last in Ephesians chapter 2 请用到以福所书第二章 我们一起把它念好 我们要结束 以福所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 Ephesians chapter 2 5-7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从第五节到第七节 我们一起大声来念 一起来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就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叫他寄负过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最后 最后 不是只有他复活 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 而且不只复活 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 这是他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 你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一个历史的故事 这件事如今仍旧发生在我们生命里 today that event is still happening in our lives 我刚才说我要结束了 I said I was going to end 我也想到一件事 I thought of something again 我儿子 我四个儿子 三个都成年 I have four sons and three of them are adults now 有一个儿子真的来问我 so one of the sons came and asked me 这是真实的事情 this is a true story 他说 he said 你真的不为钱而活吗 do you truly you don't live for money 我说 believe it or not 我不是为钱而活 I said believe it or not I don't live for money 我自己有亲儿子 他说这怎么有可能呢 my own son he asked how can this be true 你说你做这些都不是为了钱 you say you do all these is not for money 我就跟他讲 你知道我眼睛不大 但是我真大眼睛 I said I gazed into him with my big eyes 我真的不是为钱 I truly truly I don't live for money 那真的是 rely really really bother him that really bother me bother him 不bother我 bother他 bother him that's the whole point bother人家 他说 那这个跟这整个世界的系统 是完全不一样 because he said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ly system 最亲爱的弟兄姐妹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真的不一样 we're truly different 因为所有人都死了 because everyone died 只有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only lord jesus christ died and resurrected 而且永远活着 and he is forever living 叫我们跟他一同复活 so that we may resurrect with him 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活 可以为他而活 so we don't need to live for ourselves but live for him 求主帮助我们 may the lord help us 我想带大家再唱诗歌 so I wish to lead you in inspiration again 我应该还有五分钟 那我请师母帮我谈 yes powerpoint please 那首诗歌呢 圣徒诗歌九十五首 各位啊 各位 我对大家唱诗歌有意见 so I have some comments about your worship 我从很年轻来 就有意见到现在 so I've had comments about this since I was young 这个圣徒诗歌也是我所爱的 I love this hymnary 所以呢 我带大家唱一下好不好 so let me lead you to sing 我实在忍不住啊 I can't bear with it anymore 这个荣耀信心和天 相信要简单 昨日近日 直到永远 耶稿不改变 耶稿不改变 祂恋惜爱 神就罪热 以这人几美 平静风浪 安不均嬌 荣耀归 我实在怀疑 三贤 不学习 我吃天 并得 也都爱 我吃天 乘乘飞 你 我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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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我吃天 我们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你知道你的主是活着的主吗 千万唱诗 不要把他当追思礼拜 所以 第一次稍微慢一点点 我们还要再稍微快一点 请你起立好不好 起立好 唱第一节就好 唱第一节 第一节 这个荣耀心 虽然我天想 寻要简单 昨日 今天 永远 耶稣不改变 他愿意 他愿意 要 追求 罪 若 治人 几瓶 祝得 夜 许 我希望我都在改变 用水被改变 在座有弟兄吗? Do we have brothers here? 弟兄们 Brothers Brothers Yo Yo 弟兄们 Yo Come on 弟兄们 弟兄们 要大声为一个 Yo 再一次好吧 弟兄们 唱出来好吧 录歌 终于敬余日之道 Forever Jesus is the same All may change But Jesus never Glory to His name Amen Glory to His name Glory to His name All may change But Jesus never Glory to His name Don't change Don't change My microphone values 稍微再大一点点 大家才听得到 Turn it up Glory to His name All may change Forever Jesu never Glory to His name Glory to His name Glory to His name All may change But Jesus never Glory to His name Glory to His name Glory to His nam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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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不针对姐妹 我针对弟兄 So our point towards the brothers 唱歌不要用拖的 它是有节奏的 它有节拍的 可以吧 稍微往前一点 感觉你们都是老爷一样 要用拖的 轻快 把零举起来 扬起身来赞美他 最后都只有一个 最后只有一句可以拉长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耶稣不改变 可以吗 弟兄们靠你哦 副歌 OK 说日记 日记 到永远 耶稣不改变 是的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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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最后一次啊 耶稣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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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再一次啊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阿爸父我们在祢面前敬拜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yeah 耶稣你不改变 你曾经死过 又活了 永远活着 扎管死亡跟硬间的钥匙 是永活的真神 你叫你的儿女 与你一起同复活 如今一同坐在天上 光照我们的眼睛看见 我们这荣耀的身份 这个荣耀的生命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 愿这福音的大能 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 愿那福音的感染力 像瘟疫一般 搅动世界 再也不一样 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谢谢你 我们祝福音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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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用这样一个 我们感谢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这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 虽然今天是福音 其实今天还是有一百多人 在我们当中聚会 我们更加感谢主 把哥伦弟兄带到我们当中 给我们分享他的信息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 都在想要用自己的努力 来证明自己 来肯定自己 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知道说 圣经告诉我们 特别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 他说 我要称谢你 因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生知道的 我们每一个都是主所创造的 我们被造势意为了荣耀他 如果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看到我们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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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 就是奇妙的可贵 盼望我们弟兄姊妹 可以知道这样 我们是主所宝贵的 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复活 我们可以为我们复活的主而活 那我们要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我记得去年 Gordon来到我们当中 也是我在这边做报告 那刚刚楼下在煮饭的那个小家 也跟我讲说 去年他们煮饭的时候 也是Gordon在这里分享 所以我们再次欢迎 谢谢Gordon来到我们当中 给我们分享神的话 那我们从我这边开始 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要欢迎你 有没有一位新朋友 那我们从左手边这边有几位 啊